大家就快要到了不少的民众利用假期出游 但是选择住宿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 住房网站上有不少的住宿优惠 但如果没有仔细地看 其实很多都没有取得合法民宿资格 台中市观光旅游局这两年来 就取缔了205家非法的日租套房 裁发的金额是高达了1388万元 还有三家业者因为被裁除两次以上 现在是遭到了断水断电的处分 台中逢甲夜市远近驰名 不论国内国外观光客都是必访景点 夜市小吃更是吸引大批游客排队品茶 一年消费平均都有1100万人次 而逢甲周边的民宿旅店也是相当竞争 根据观光局统计 全台中市登记合法在案的旅馆有398家 合法民宿98家 但由于合法旅馆民宿包括房间数量 卫生 消防安检设备等都有严格规定 因此就有不肖业者开设非法民宿以低价抢客 其实这两年来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就采罚了非法日租套房205件 采罚金额高达1388万元 还有其中三家业者被采除了两次以上 遭到强行断水断电 根据他的这个营业的规模 来处3万到30万元不等的这个罚还 那如果说是实际到现场勘查的话呢 我想这金额的部分应该10到50万左右 非法日租套房没有经过政府把关 很容易发生消费纠纷 安全也没有保障 而业者为了规避茶器手法更是层出不穷 增加了不少机场上的困难和危险 冲突性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也有曾经被业者当场就围起来 就是困难就